我会用一个字来形容我妈妈 就是凶 爸爸是长子 所以妈妈是大媳妇 她讲义 没人敢讲二 她是很有霸气 可是是善良的 妈妈是超爱打麻将的 小时候我放学回到家 妈妈都会在邻居家打麻将 没有时间陪我 我有被忽略的感觉 小时候我最怕我妈妈 因为每次做错事情都会被骂被打 可是她是很疼我的 也最怕我生病 有几次我发高烧 她都整个晚上没有睡得陪着我 最后她也病倒了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 最后一次跟妈妈聊天 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 她跟我说 她很累 要去睡了 然后我最后一句跟她讲的话就是 妈妈 晚安 之后她就昏迷了 也离开了我们 我跟妈妈最难忘的回忆 应该是那次一起去加拿大旅行吧 我妈妈是很爱去旅行的 可是也很怕坐飞机 那次我们坐了18个小时的飞机 妈妈过世时 刚好是疫情爆发的时候 她们在马来西亚 和我却在新加坡 因为封城的关系 所以我没办法回去 送她最后一层 当我渐渐地长大 其实妈妈的火气 也越来越少了 然后我们的关系 也越来越融洽 很多时候我都会叫她 老妈子 广东话就是 老妈子 妈妈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好 因为她也老了 我也当了爸爸 可以更了解 一个父亲或母亲 对孩子的爱和期望 老妈子 虽然你已经去了 另外一个更快乐的地方 可是我们还是很想你 很爱你 你放心吧 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 和爸爸 妈妈 母亲节快乐